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長 林文玉調派 代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長 清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分局長 楊中坤調派 代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長 苗栗縣政府警察局竹南分局分局長 廖修鴻調派 代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長 其所屬援警均應服從命令 交接典禮上 新任第一第三及第四分局長 舉行硬性交接宣誓就職 令中職守 報教國家 不枉廢公堂 不濫用人員 不因私舞弊 不收受賄賂 如為誓言 願受罪嚴力之處罰 警示宣誓人林文玉 新任第一分局長林文玉 原任警察局第三分局長 第三分局長楊中坤 原任新竹縣新湖分局長 而第四分局廖修鴻 原任苗栗縣竹南分局長 交接典禮上包括基隆市長謝國良 議長同志偉 副議長楊秀玉及多位議員都到場觀禮 我們警察局新任幾位分局長跟主密的交接 他們都是在工作崗位上 身經百戰 歷練豐富 我們很高興有他們的加入 今天非常榮幸代表基隆市議會 來參與我們分局長的這個布達典禮 我想分局長是警政業務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職務 也是許多從警人員心中的一個夢想工作 但是我想分局希望跟市議會 還有市政府緊密的合作 讓我們在警政的業務 治安交通都可以為本市來繼續來努力 那我想也期許分局長努力 負責任以外 還要體恤下屬 讓我們在上下一心的工作環境下 為基隆市來付出 市長謝國良 歡迎新成員加入團隊 期許新任分局長率領同仁 持續配合市府推動 行人友善及乾淨家園 而基隆市警察局主任密蘇 由雲林縣警察局主密蘇保安接任 督察長由第四分局長陳啟明接任 記者黃少民進行報導